被人笑是瘋子 就因為吳阿伯 懷疑自己罹患了乳癌 用乳頭的腫塊越來越大 一直到三個月後看診 確定罹患乳癌 還是第三期 以為自己活不了了 但是醫生沒有放棄 立即幫吳阿伯 進行微創手術 做全乳切除加淋巴擴清 醫生表示男性乳癌的發生比率 是女性乳癌的百分之一 罹患的原因除了家族遺傳 還有飲食跟生活作息 包括過多的醃酒 吃太多的加工食品 還有過度攝取高質食物 以及動物生殖器官 如肌鎬丸 蟹黃等等 都會提高男性罹患乳癌的機率 平常時也能自我檢查 而目前吳阿伯 恢復狀況良好 可以開心過腹清潔 醫生也呼籲 最好定時到醫院檢查 才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華視新聞邱君平許富杰 高雄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